哈喽 大家好 我是鲍哥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越南 这里是老街 我在马路上搭了一个女孩子 她今年多大了 30岁了 爱着几啊 30岁了 30岁了 她懂了一点中文 你有老公吗 我们离婚了 三年了 离婚我离了三年了 她跟老公离婚三年了 是你小孩有没有 我有啊 一个孩子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是啊 好 谢谢 一个男一个女 这就等于 你跟你老公离婚离了三年了 然后就是一个女儿 一个孩子 小孩子多大了 小孩今年六岁了 女儿六岁还是 儿子六岁 女儿小 小小 女儿小 是啊 儿子大 女儿六岁 儿子呢 十岁了 十岁 儿子十岁了 结婚早一点 你前的老公是越南人 还是中国人吗 越南人 越南人啊 是啊 他说你你家是住在哪里 你的爸妈 你的兄弟姐妹有吗 就是他中文有一点点 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妹妹 或者姐姐 或者哥哥 或者弟弟 三个姐姐 三个姐姐 一个妹妹 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上面三个姐姐 说说你六个了 你你六个了 六个 他们都住在农村了 是啊 在农村 农村 你你的兄弟姐妹家住在农村 离你这里远不远 35公里 35公里啊 是啊 35公里 在这里乘大巴 能乘到你家吗 是乘巴士还是坐摩托车 我去摩托车 坐摩托车 摩托车 明天我跟我还去 去摩托车 是摩托车你有吗 我有摩托车 你有摩托车 这个是吗 我前面去摩托车 前面是 哦 是 是说你小孩子 女儿孩子都在 都在农村呢 是啊 是说你现在到了这个镇厂 干嘛 找工作 我今天我来老家 我明天去换行政 去中国 去找工作 对啊 现在我还是在那 我给我妈妈 你准备到中国找工作 是啊 这说你离婚三年了 老公也在了 你想不想 嫁一个中国人呢 我不知道 这个不会 就是我怎么找 不会啊 也是的 他说你去过中国 没有 我去关了 我去去那边了 不去 那里 大家看一下 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和可 看到啊 这个后面就是我们中国的和可 在对面 你去中国找工作 你可以到别的省吗 像你的护照可以到中国的别的省市吗 你没听懂 就是说你是护照还是病名证 我去用警证 护照 这个它是明天去还了 现在不可以用了 现在可以用吗 不可以用了 明天我去换一下 换一下 换一下 明天后天我来 我在那边查工作 我这样的 你工作 你30岁了 你再找一个人不是慢好的吗 你现在还年轻呢 我拿了 说说有机会 能不能你骑摩托车 再带我到你家里去看一看 可以吗 你家的农村上的房子大不大 我啊 你家的富 现在我还跟我妈妈 不是 现在晚了 我讲 等到白天嘛 啊 白天明天白天白天 现在了 黑天了 是黑天了 我买一点礼品 买一点东西 带给你爸爸妈妈 到你家里了解一下 你们的农村上的风土人情 骑摩托车要多少时间 大概 大概一个小时 大概一个小时 你的摩托车来回的游费 我来出 好不好 你来说 游费嘛 因为35公里来回70公里 今天我去 今天我去 今天我来这里 我不去摩托车 明天我跟我还住 就不可以看 我不懂 你现在在这里老街 你是住宾馆 还是住的房子 我住宾馆 住宾馆啊 是啊 我跟我还 我姐姐 好好好 我姐姐在宾馆 在那边 你到中国找工作的话 可以待留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 明天我跟我孩子去睡 在今天母子就不回去 我猜啊 这时候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我阮之如 网之如 阮之如 网之如 这时候我就叫你鲁鲁 我们马上加个微信 好不好 可联系之后 明后天白天 你骑摩托车 带我 摩托车今天不可以去了 明天我跟我孩子去睡 睡了 你小孩子怎么 坏了 明天我跟我还 前天我跟我孩子去了 摩托车坏了 坏了 你小孩子什么 真的痛一点了 痛痛痛 这个是你儿子吗 是啊 我儿子了 知道 你好 这个是咖啡还是饮料 是 这个 你吃的这个 好好 可以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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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刚刚看 你的儿子是生病了 不生病 他不生病 是什么 在这里有一点点动静的 腰这里 这里是干嘛呢 冲冲 冲冲你要带他去看了 要带他上医院 是啊 但是现在他回家 喝酒了 喝酒了 这是什么时候可以 骑摩托车带到你的农村上去看一下 明天了 明天 明天可以啊 明天下午可以不可以 你可以去吧 你可以去吧 下午 但是现在我在那里 不用摩托车 摩托车 加价外了 等他们摸东西 换东西 你明天摩托车要修一下了 我今天来 这个来了 大西 这是谁呀 这个哪呀 小家 这个微信亭跟我加好了 没有微信 加了吗 看到我头像了 这个头像 这个是开宝 我是胡志明的干女儿 这个是我的 你可以发消息了吗 你发一个消息 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发的消息 你也用翻译也翻一下 我发的消息 你也翻译一下 你用越南的发给我就可以了 好不好 在胡志明 我的干女儿 跟你相相好漂亮 你看 这是干女儿 蛮漂亮的 也好小 好漂亮 啊 啊 像巷里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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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胡志明 像巷 好漂亮 他今年多少岁了 他49岁 我认他干女儿的 你叫我几个孩子 你叫几个孩子 我啊 我就一个女儿 我也跟我老婆离婚了 跟你一样的 你离婚了三年 我离婚了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六年到七年了 啊 露露 你不听懂我意思吧 六年 还有七年 啊 对对对 说说你妹妹多大了 啊 27岁了 也家人了吗 也家人了 也家在越南呢 对 越南人 越南人 你弟弟呢 现在还没学会 还在读书 弟弟还在读书 你爸爸妈妈有我学生大吗 我爸爸今年了 六 六十八岁了 六十八 我妈妈六二十五十 五十七岁了 五十一 你妈妈比我 五十七岁 五十七 他说你妈妈 比我小一 一岁 我五十八了 你爸爸比我大 你我妈妈 小你一岁 然后看吧 明天下午 或者后天 到你家里去看一下 我买点东西看看你父母 因为你也不容易 三十岁了 离婚三年了 还带了两个孩子 负担慢重的 靠爸爸妈妈一天的经济思路 也知他们你不了 对吧 对吧 是不是啊 听刚刚呢 我看到你在马路上一个人在徘徊 我想你很有心 心情啊 很有心事 怎么要找一份工作挣钱 养活养个孩子 是不是啊 对吧 真的也不容易 在最难就可以炒工作 但是工作不够 我那是拍一个视频 做一个记录 知道不 知道 做一个记录 喝 吃咖啡 这个是咖啡 对 对 你这个是牛奶喝 好不好 然后准备 反正有空 到你家里看看你父母 到农村上了解一下 你们农村上的风土人情 好不好 好啊 但是你在你在这里 你现在住在哪一个宾馆 我跟我姐姐在那边 就住在那里 一个房间 一个晚上多少钱 越南的 二百五十块 二十五万 二百五十块 我知道二百五十万 就是二十五万嘛 越南 二十五万 我知道 二十五万 相当于人民币 七十块钱左右 七十多块钱 是啊 七十八 七十八 八十块了 要冒八十块了 我住在前面 我住在一个前面 在这个宾馆的大楼 居然看到我们中国 就跳了这条河了 我住在这里是三十万 越南的 相当于人民币90块 摩托车修好没有 没错 还没好 在我在这 在下 他们还帮我 好的 好的 大概一二三 三天 可以 嗯 坏坏 这个坏坏多了 非常的好 来 好 好 你来去南 我还是来去南 我是来越南 三年前就在越南 河立 胡志明 我认识了好多的女孩子 是吧 我进越南已经第六次了 六次进越南了 我对越南的文化 与孩子比较了解的 牛肉啊 我想你三十岁了 如果中国有好一点的 我想你 加一个中国人 能补贴一点家庭嘛 孩子毕竟小 对吧 如果来一个中国的男孩 能接受你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的话 我想这要能好 还是可以的 你能 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会一点点了 听懂啊 有一点点 对吧 这要过了幸福 因为你的婚姻 第一次受到你越南的老公 前夫嘛 受了打击 为什么事情离婚的呢 我们呢 他他他他他他他在外面 他有女女朋友 他先去打牌 用多多多钱 打牌 打牌 打牌还有跟跟别的女孩子 对吧 就在有了孩子了之后 两个他回家 他跟我离婚 他跟他他女女朋友 巧罢了 但是现在两个 两个 还要一起 我大概意思懂了 你的前夫就是喜欢打牌 就是喜欢打牌 还有个喜欢找别的女孩子 是啊 不顾家 是啊 他回家跟我离婚 不顾离婚 他他回家 就想离婚 他跟妈妈 女孩走了 到了 我离婚 我回我妈妈家 就这样的 也三年了 三年了 他打你吗 他不打我 不打了 不打 就小架一些了 就是 他回家 他说离婚 我说离婚叫人婚 那是他不打的 对吧 这是这样吧 鲁鲁鲁也是越南的女孩 你四岁什么族 是苗族吗 生苗族 你是越南的苗族还是什么族 苗族 那是什么汉族啊 就是说一面什么民族啊 听不懂 这时候就这样 视频录了也蛮长的 我们也差不多了 她叫鲁鲁 今年三十岁 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但是她懂了一点点中文 但是不是很懂 对吧 她想到中国找工作做 喜欢大家顶点关注 好不好 我们这期视频 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观看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鲍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